之前那个搭档叫陈文 其实我们认识已经很长时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团上升完 我们好好演 成绩不重要 淘汰救济演 不敢不敢不敢这绝对不敢 欢迎几位 欢迎谢谢来 有请他们为我们带来今天的作品名字叫做 我想有个家 有请 哎呦大姐你这招太香了 哎呦哎呦哎呦你天哪 哎呀这快步柔柔不得追飞了啊 老板我刚团结还带一干净 你说下来干啥呀 你说你擦这么干净干啥呀 我擦都擦了我不擦干净我干啥呀 你说你老这么勤快干啥呀 哎呦哎呦这一千千的 看啥 干啥呀这是 哎呦大姐 你说我就出个拆啊 这东西给我码的 横平竖直 这家又赶上麻将牌了你说 哎呦我天哪 我都不舍得拆 拆完回头我就按不上 哎呦大姐 那会儿不用你 那小子 园丁一会儿就来了 那小子家里有事 又有事 什么玩意儿 喂 家政公司吗 不你给我找的园丁怎么回事啊 怎么总有事 赶给我换一个 要给我岁数大点的 有经验的 听好了啊 这回你给我找的园丁 第一 必须是单身 啥晚上 媳妇改嫁了 改得好 第二啊 干精力缩的 第三 速度要快 面对笑容 第四 挂了 大姐 这时间差不多了啊 我还得改飞机 我得走了 你说你这地擦的 你说你把我还给困里头了 你说这 老板来来来 你跟我走 哎 这边好 来走啊 走着节奏 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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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这老板 太幽默了 哎呦 哎呦我的天 哎呦我的妈 哎呀 这玻璃盖得给我卡的 肯定是秃了皮了 这门卡列太高了 你给我等着啊 一会儿我就跟你聚了 哎呀 我说沈亿啊 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打电话让我来的啊 谁打电话让你来的呀 公司啊 你就是新来的元兵啊 对啊 速度要快 面带笑容嘛 花人哪里呢 我收拾收拾的 来 行了你别捣乱了 你一个伐木的 你说你修啥花呀 贴根修花 我管那事呢 公司绕 我罚谁 我罚谁 你靠点边啊 变哪棵树倒了 把你给砸了 你靠边 行了你赶紧带上工具 回去吧 你老让我走啥呀 我不把活干好的话 不给你和咱们公司丢脸嘛 咱们 你啥时候成我们公司的了 你不总不回家吗 我上你公司就找你去了 正巧赶上你们公司缺人 就相中我了 他们问我 你以前是干啥的呀 我说我呀 在园林工作 他说你具体是干啥的呀 我说你给我具呢 我什么都能干 就真的 就把我录用了 他们说你得填个表 必须填单身 这活的好找 我这一打听你行了呗 你填的是丧偶 那对不起了 我必须赶紧了 行呐你别说了 咱俩事回头再说 你赶快回去 不是 咱俩现在是同事 请不要打扰我工作好不好 我先把门口挡车 为那柿子树干倒 柿子树这么一干 他这么一倒 门砍子往下这么一行 往上咱俩咱咱咱咱 你看啥柿子树 人家是风水 你这好比捣乱啥呀 他挡了风水 我必须干倒 干什么呀 你这是捣乱 他撒眼你知道吗 这小老头还不错啊 笑容挺精神 我跟你说啊 在我家干活 我长话短说 第一 你管着他 第二 你 陪他管 第三 你好好管他 第四 你看着他管好你 第五 你管好你自己 那不一个意思吗 第六 你别管我 干活去 大姐 你来来来 这第一啊 咱们家这保险柜的钥匙 我可就交给你了啊 第二 大姐 你记住了 照顾好咱们那家 第三 别太累 照顾好自己 第四 我走了 老板 那行 你路上慢点啊 一定要注意安全 行 放心吧 你也别送了啊 老板 你啥时候回来呀 待到来年 山花 浪漫石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浪漫石 这浪漫 你干啥呀 你瞎修啥的 真是啊 就这花吧 它有点太贱了 要想修好它呢 得先去叶 再砍身 八树皮 巨树根 带到来年 山花浪漫石 它就这搞 你这 死老头的啊 你就气我吧 你就是故意的 你看你带这些工具来 你就是来叫菊的 我叫啥菊啊 我是怀传着诚意 面带着笑容 给你收拾花草书目 来了 你知道吗 我这一进门啊 一看啊 这人的问题呢 比花的 所以呢 我就改收拾人了 不有那么句话吗 小树不修不指榴 人要不修理呢 耿啾啾 行啊 现在你也过上 全时木的生活了 是不是 把跟你过了几十年 那破焦个板呢 是不是忘了都 一干二净了都 你说啥呢 人这家再好 是人家的 我听的可是咱 钥匙 拿好 看好咱们的家 照顾好自己 等我回来 你从来没对我这样过 进门第一句话 你死哪儿去了 第二句 爱死不死 第三句 刷牙起脚 第四句 扁呢 这死老头子 你 你说这话说的 那我能跟老板那么说吗 老板说我走了 我说哎 你啥事回来呀 那我能说 你爱死不死 那老板能给我开闲吗 我少给你开了是咋的 哪个月没上脚啊 你别吵他 你给我下来 坐这 把工具都给我交出来 那不倒在那里吗 都是你那小句条 我还告诉你 出来这些日子呀 我清静多了 我干啥 干啥你不知道吗 啊 我正一步步迈向咱俩的梦想 你有梦想行 能不能带着我和电锯一起飞 带你飞啥呀 抱花子 寂寞的 哎呀老伴儿啊 我那不是心疼你吗 啊 你说啊 咱都快六十的人了 回家吧 不回 不想我呀 不想 真不想 不是真不想 你干啥呀 别闹 我就闹 那有监控啊 咬咬呗 咬咬就咬 我发网上来火了你 我管大声 我得打声点 哎呀 你拿一来 你拿一来 你靠边 拿一来 你靠边 你干啥呀你 小兰 我今天要不在那儿逼杀 你不知道我是谁的 是吗 这 你傻 老伴儿 这条腿掌控事你知道 只能到这儿了 正式开始 老伴儿 想当年咱俩结婚的时候 就一间房 两个柜 三个一挂 一套背 亲亲和朋友 凑到一块 总共不到十位 苦了 你了啊 我知道你出来打工很辛苦 是 为了这个假 但这里边呀 也有我的事 这几十年呢 我成天跟你喊 这嗓子喊的 从蒋大维 喊到杨坤了 这个过程 这可漫长呀 昨天那小两口 已经找到过来 问妈干啥去了 人说了 要妈 不要吧 我爸 你可以上 但我绝不能改嫁呀 我一想也是 咱怎么拼 才能拼到房子 回家吧 你太辛苦了 这事 如果要让孩子知道的话 他们脸往哪放 他们肯定得搬出这个家呀 你这是硬要把我拉回家呀 不 我是用我的爱来融化你 那你还喊 融化你 你个死老头子 回家吧 松开 你给我上那边带着去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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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欺负你了 没有 他是不是拿咱家东西了 老板 你是不是亲他手了 没 没有 我可看你清清楚楚的啊 你刚才不就这么的 我这么亲你吗 还不承认 接你稍后 你靠后 老板 我保护你 你靠后 你靠后 你到底干啥呢 圆顶 圆顶 我看你像公报鸡顶 圆顶把我家花都倒成那样了 那个我现在给你整推衬的 来来来 得了 你别画画这颗了 你呀 我投诉你 我现在就投诉你 我马上打电话 我投诉你 喂 公报鸡顶吗 什么公报鸡顶 老板 家众公司吗 你给我找的圆顶 是什么玩意儿啊 老板 你上个家 我玩意儿呢 你说什么说 我家花老贵的 你赔都赔不起 我告诉你 不用意儿 你给我来电话 来我投诉你 你给我 我告诉你 公报鸡顶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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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是 就领证呢 领的证你男朋友最烦人领的证你男朋友 那不就是两口子吧 好啊 当初我雇你的时候 你可说你是丧偶啊 有他在这 我丧不了了 你不也说媳妇改嫁了吗 有他可这个阿子谁敢改呀 合着你们两个是合计伙来骗我 你过去 站好了 老板 是这么回事 我俩呀家境一般 就一套房子 这儿子结了婚呢 就显得有点挤 这每个人呢 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有时候啊 难免会遇上些尴尬 媳妇是好媳妇 要是总这样下去啊 大伙就会太累 我和老头商量着 想再置一套 又不想离儿女太远 更怕儿女知道了 他误会我 我这闲着也是闲着 出来呀 挣个房子的差价 所以呀 我就丧偶了 我也就不客气地改嫁了 这回你们俩说这都是实话吧 老板 要不震着 一会儿等收拾完行李啊 你再检查一下 那我俩呀再走 你要再不信的话 你上家政公司查查 我俩都跟这儿备案了 老板啊 那你房间在哪呢 咱收拾收拾东西吧 对不 行 你们这就是在逼我 他打的了 他打的了啊 行了 你别走了 第一 你还当保姆 第二 你保护保姆 第三 我让保安保护你和你保护的保姆 啥意思啊 都别走了 哎呀妈 咱找他啊 那那那那那还好了 第四 你给我看看来 门口这一小错人 咋回事 哎呀 你们怎么来了 爸妈 哎呀 大孙子 大孙子 我这不跟踪我爸吗 到家政公司了就找事了 那个事儿啊 俩都知道了 回家吧 爸 妈 你俩想买房子 那咱俩也有积蓄啊 是 咱们共同努力 一起分家 一起出家 哎 你说啥 快说话吧 那就要为了分开而努力 哎 这是你儿子啊 这是你儿子 这不是你儿子 行了 都别说了 我知道你俩是好意 你们根本就不懂 那空间再小 有人 那才叫家 你空间再大 没人 哎 那就是个回音 今儿啊 我跟你说 这第一 从今往后 这儿 就是你们的家 第二 你俩 常来 哎 第三 必须经常来 第四 妈呀 我阵你走了 哎 老板 你啥时候回来呀 待到来年 山花烂漫时啊 接下来我们赶快听听评委老师的点评 首先有请盘长江老师 赵博刚才表演不用说了 我觉得整体你的表演风格还延续了你以往的这种表演戏 为什么 我并非要开到搞笑 你这个组组织的想法 是什么 就是 你会评论我的 我终于 我们下集中 这个组织的 每一份 都 你现在有点表演有点太炸 跟他们有点 融不到一块 你最好你的表演 跟他们能融到一起 这个小片 这个作品 你们表演就更加完美了 非常非常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彭云达老师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梁洪达老师您的意见 我想就这个作品说一下 就是为什么这个助演 演老板这个感觉比较跳 就是这个戏如果是停着的话 它跳出一块 这个不是他个人的演的问题 我认为是这个情节设置上的 有些需要理顺的 你比方说 为什么这个老板上来 这么要求你要离婚 他要改嫁要单身呢 这个没有铺垫 应该一上来这个老板呢 再跟保姆吐槽 就是我公司里头啊 有人这个两口子 一天净事 这我让他干什么 都是家里孩子病的 老人如何 你看我就喜欢单身呢 应该前面有这么一份铺垫 这给他后边就说 这俩人你不单身不行 给这个做合理的铺垫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作品最大的一个好处是 通过这个作品 再告诉我们大家 挣钱不是生活当中的全部 如果因为挣钱 把家庭搞得散了 这是得不偿失的 如果挣钱 能给家庭的生活质量提高 这是每个人应该 分斗的结果 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底线 是一个感情问题 所以我也这个想起 我前一段时间 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 现场当时我编了那么几句 给小两口祝福 我认为用的这个小品上是非常恰当的 您说上 我当时给这个年轻的小两口祝福 我说四句话 第一句是 生男生女都是自己的玩 房子大小都是自己的家 挣钱多少 家里人算计这话 家产多少 都得孝敬咱的爸和妈 对吧 说得太好了 说到现场 我觉得所有的观众朋友 现在心里也都是暖暖的 尤其是最后一句话 我觉得很多人都有感触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龚恒林老师您的意见 应该讲赵波的表演 喜剧性极强 是难得的一个好的喜剧演员 希望你继续努力 我还是希望你要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尽量平气魔法 你现在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完全可以自己来驾驭一部作品 因此尽量少别人的影子 就像长江老师说的一样 演你自己的东西 女演员演得很生活 严格意义上讲 你整个的表演 不是说喜剧色彩很浓 你是在完成一个角色 本身赋予你的任务 完成得恰到好处 两位年轻人的上场 虽然戏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小的尺寸 分寸感的包袱的把握 还是很到位的 不错 老板这位助演 我觉得就是用力稍微猛了一点 另外 风格特征虽然有了 但是不够鲜明 和他们有一定的区别会更好 不然你们三个造到一块去了 这个戏就不好看了 你看好的戏都是四凉八度搭配着来 好了 好 谢谢三位评委老师的点评 同时也谢谢几位给我们带来 这么精彩的作品 稍作休息 一会儿见 谢谢